广州房价飙升排行出炉 涨幅最高的板块竟然是 但由于片区内存在其他价格下滑的楼盘 影响了板块均价 导致整体成交均价有所下降 而泛万博板块、知识城、科学城三大板块 虽然涨幅不及前两者高 但是利好消息却是最多的 涨幅也相当实在 如广指新城板块楼盘较少 容易受到单个楼盘价格波动影响 假设某楼盘推出楼网单位等 整个片区的房价就会被拉升 而科学城、知识城和泛万博板块 片区内同时有多个楼盘在售 月成交量较高 整体均价涨幅容易被平均 目前的涨幅基本反映了真实的市场情况 从全市板块的涨跌情况来看 目前广州共有49个板块房价上涨 23个板块房价下跌 整体房价依然没有进入普涨的阶段 从涨幅最高的前10个板块来看 大部分房价上涨的板块 出身都不一般 如科学城、知识城、民珠湾、泛万博板块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